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凯阳 我们今天呢再继续谈一下呢 未来 2014台股断崖跌落神坛 104点 股市突婴集团下沙股民 后续到底会如何呢 今天来做一个大解析 股市的大树杀来了 我们来继续看 好 股市大树杀来了 台股美股呢 日股中国上证 全部呢金融市场都在暴跌了 那金融市场恐持续往下修正 同时呢 投资人要紧盯费城半导体指数的走向 最主要呢 他的ADR呢 一直往下修 那么还有 英特尔呢 股价重挫26% 重衰市值则剩下914.14亿美元 巴菲特的名言呢 潮水退了才知道谁在裸泳 那辉达从140.67跌到101.37 他还是继续在卖哦 好那股价下跌27.74%呢 市值蒸发9420亿美元块一兆了啊 那么台积电呢ADR跌了24.09% 日本股市呢杀入重挫跌幅呢清水沟了 好台股呢 不妨多了 这个礼拜来 惨跌了2000多点 好那么雅股上演大逃杀 我们来继续看哦 这个呢除了呢台股暴跌1004点以外呢 跌幅4.43% 日股更重挫了2216.63点呢 跌幅超过5个% 写下近四年来最大的跌幅 韩国香港股市也全面在下跌当中 那么我们今天来谈一下呢 日经股市呢来到了 你看哦 35909 那下跌216.63 那韩国呢也跌了101.49 那香港跌了355.45 上证呢综合呢跌了27.05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于他 那到底呢 接下来呢股市会是如何呢 我相信很多股民开始呢 有获利了结的以外呢 基本上很多还是哀鸿遍野 我们继续看哦 你的股票到底会变成怎么样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好我们继续看 好降息真的要来了吗 全球股市反而是在跳水当中 好这样的跳水方式是从断崖下跳下来呢 会不会粉身碎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巴尔在最新的美国利率呢 会议后的记者会中 表态9月有望降息 股市谈了一天以后下刹 发生了什么事呢 杀人放佛了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呢 科技相关产业领先探底呢 衰退压力带来风险 本来呢就疲弱的呢 ISM制造业呢 PMI竟然进一步下滑 那让经济呢 这样温压力也大增 配合上啊 巴尔表泰呢 即通膨高于2% 也可能是因为经济呢 衰退而降息 加上企业财报不加推动科技相关产业 会快速下刹 所以呢只要不是大衰退就不用太担心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现在呢 因为呢中东局势的紧张 使得呢 我们的出口呢 全球的出口 没有办法快速的通过红海 那么 一定要绕道到非洲那个航线去 时间多了很多出来 本来10天可以到达了变成14天15天才能到达 你想想看这增加多少的运输成本 另外的话呢 它推升在哪里呢 产值上面推升在哪里呢 推升在呢 物价上面 好日本呢 央行升息加上会价手升呢 打压日股快速下刹 在全球央行准备降息的时候呢 日本央行反而起到而行 甚至比原先预期的更加鹰派了 加上美元修正导致日币快速升值 也让日股大幅跳水 若日币进一步走高的话呢 短线日股压力也会更大了 那中国人民币汇价相对有支撑 但内资信心依然不足 这个状况呢 会导致什么呢 我们继续来谈一下了 好 那由于呢 中国的股市呢 本来就是偏弱 这次全球股市下刹影响较小 但反映了内资信心不足 若人民币呢 反弹只是人民银行打击空头的做法 那而不是外支期待中美关系呢 改善而回头 那要探底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大家呢 的期待值是不是要稍微放缓 降低一点呢 因为呢 我们要看这个世界局势的变局 我一直在强调啊 下半年的变局 你看看我的预言哦 我说下半年变局会比上半年更严重 果不其然 变局呢 是快速而火速的在进行当中 火能量这么强 外华内需来了 这就是我的预言 好 那么相较法国呢 因为政治因素先行破底了 德国股市原本相对有称 那但美股呢 带动的修正压力呢 扩散以后呢 德国也出现破底走势 若欧洲央行降息 撑不起经济的话呢 将开始有转空压力 好 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到底全球呢 是从哪里是一个货源根源呢 当然就是战争咯 我们可以看到呢 中东的战争呢 引发的经济效益 更是可观啦 最主要是原有所有的油价 全部上涨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相看空中飞的海上走的 路上跑的 哪里不需要用到油呢 那么接下来 全球下半年 会是如何呢 我们继续来探讨 接下来 好 未来三个月呢 海洋大致预言呢 农历七月认生月 认生月是五曲化祭 这颗星呢 是很恐怖的 五曲化祭呢 你以为是指示什么吗 五曲星是什么 竞争财的星 我们呢现在呢 全球都在竞争呢 谁比谁更有肌肉 谁比谁更有钱 肌肉是什么 武器哦 所以呢 比较武器之下呢 加上呢 财力的问题呢 就会在全球引爆开来 所以这个月呢 我在上个月呢 我从去年九月份 今年的四月份 今年的六月份 我一再做影片呢 警告大家要小心 要乐极生悲了 果不其然呢 真的是乐极生悲 好 那么认生月的五曲化祭呢 还会带动的什么呢 恶梦呢 好 我先讲好的 认生月 如果你没有在股市里面的人呢 你有机会了 为什么 你的钱没有所思嘛 那没有在股市的人呢 你也不用出逃嘛 所以呢 你的钱还是呢 荷包满满 这是好的部分 但不好的部分呢 你如果是投资在股市 基金 以及呢 不管你是什么 标靶50之类的东西 我告诉各位 你们要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 不要把你的老板都赔光了 赔光了以后呢 你看你怎么样生活 现在全球都是老人化社会 不光是台湾日本而已 韩国 中国大陆 欧美都一样哦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认生月的五曲化季 五曲它代表的是财经 财经政策 财运 还有包括我们的收益 都跟五曲星有关 所以呢 这四大主流呢 是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月 最重要的一个财 财运的表现 那财运的表现 如果不好的时候呢 第一个呢 就是股市往下杀 房市往下跌 那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这两大主轴呢 如果出现了大问题以后呢 接着下来呢 国与国之间又开始在秀股脏 什么叫股脏 我的肌肉比你强 我的肌肉比你硬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变成什么样呢 我跟你之间呢 没有什么特别关系 是吗 那么 就会有什么 冲突 这样的冲突呢 就引发了什么 小型的 激烈的战争 尤其是中东国家 现在盛销城上的是什么呢 比武大赛 不是比财大赛 是比武大赛 所以这两样事情 就会引爆全球的金融危机 那么农历八月的鬼武月 好 那也更可怕 鬼武月还有油呢 是有个冲击性的 油它是什么 人际关系 桃花 所以呢 我跟你打个电话啦 比如说 美国跟俄罗斯打电话啦 或者美国跟中国打电话啦 或者台湾跟美国打电话啦 或者台湾跟中国大陆打电话 可能吗 鬼武 下面的黑水 Undotep下面的黑水 非常恐怖 非常之深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 如果建立在一个呢 经济上 财运上面来看的话呢 都是呢 各怀鬼胎 暗如天日各怀鬼胎 你想什么 我让你猜不透 我想什么 你也猜不透 这样的情况之下 癸水是黑水 那这一摊黑水呢 到底怎么收拾呢 怎么样把它漂白呢 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大家一定要想办法来 我这个黑水要变成白色的水 我们至少清清澈澈看得到 到底有多少条鱼 到底能够捞上岸来是多少 或者我能获取多少 是不是 所以在黑水的有月呢 农历的八月 国历的九月 我们要更加谨慎呢 人与人之间 国与国之间的一些关系了 这些关系呢 你要紧盯哦 如果你不紧盯这些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你根本不知道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好 我刚才讲过了 农历七月的时候 是国历八月 国历八月呢 我们在七月的时候呢 不是呢 中东的领袖呢 哈比亚被暗杀了吗 炸弹炸掉 两个月前人家就在他房间放炸弹 这是不是暗杀行动 有人出卖 这样了解了没有 有人出卖 所以呢 你说魁有月 有会不会被出卖呢 暗黑行动来了 又来 被出卖 你看起来是外表跟你非常好的人 他出卖你 所以呢 这个月呢 你千万不要听那些 不明消息来源 你会被锁定 就是呢 来割韭菜的人 所以呢 请大家在这个月呢 如果在股市的投资呢 惠市的投资 甚至呢 未来的投资 都要非常非常的 小心跟谨慎 好 鬼有还要一个事情会发生 鬼呢 是什么呢 葵花油吗 就先跟葵花油加个草字嘛 所以呢 油呢 酒 酒跟油 因为油是跟晚上喝酒的酒有关系 油是什么呢 就是呢 跟油有关系 好 酒跟油呢 在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摻了很多杂质的东西呢 你去加油站加油 或者你买了一些酒 开始出现了一些大量的一些假的东西 因为原油太贵了 所以呢 做假油的就会出来了 那做假酒的就会更多了 我们最近呢 我们最近呢不是呢 台湾呢 掳获了一批呢 这个假高粱吗 所以呢 你在应酬的时候 那些假酒 红酒啦 假酒啦 高粱酒啦 什么SO啦 尤其是夜店生活的地方呢 更是多到让你呢 瞋目接舍 都在捞钱 鬼是黑的嘛 暗的嘛 那在什么 夜店嘛 酒吧嘛 这些地方 更可怕 所以呢 赚黑心材的人特别多 来接下来呢 农历九月 农历九月是假序月 好 假是太阳化剂 双化剂 太阳化双剂代表什么 太阳本来是还会亮的 现在太阳不亮了 你每天都感觉到 人生的路途怎么走下去 人生呢 到底要走哪条路 才是正确的 对不对 现在开始了 分叉路给你选择 这条是太阳化剂的上半年 这条是太阳化剂的下半年 那下面呢 是黑水的另外一条路 那另外一条路呢 是战争的路 所以我们有只剩下 我们只剩下四条路选择 你大概没有听过 太阳化剂可以选择四条路 第一件事情 太阳化剂呢 第一个呢 本来呢 太阳化剂是不好的事情 非常非常不好 我今年呢 从年初的预言 去年年底的预言 都一直在讲太阳化剂 男人小心 除了男人以外呢 还有女人也要小心 你被男人骗了 男人被女人骗了 太阳化剂这四条路 我们怎么来分辨呢 第一个呢 就是说 你本来选择的路呢 可能呢 有阻碍了 有断崖了 你走不下去了 不是绕山 不是绕海 不是 不是御山绕道 不是御水加小 根本没有路可以让你走 那再回头吗 是的 要再回头 再选择另外一条路 那这条路呢 坎坎坷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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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觉得呢 碎石怎么这么多 好那你说勉强吧 反正那条路已经走死了嘛 死胡同我们走不出去嘛 那要不然的话就碰壁了嘛 那你怎么办呢 只好再选择另外一条路走 结果这条路呢 也让你坎坷坷坷 在农历九月 就国立的十月 好 坎坷坷坷呢 颠颠颠颠颠 那代表什么 你凡事都得更加小心 那另外一条路呢 在八月延伸下来的 农历八月延伸下来的 回水啊 下面这啊 陈仓暗道 那代表什么 下面的黑水更多了 你一个不小心呢 就滑交了 就跌下了 那个暗沟里面 这个暗沟里面呢 可能呢 是臭油乌油 让你呢 没有办法起身翻身 所以呢 这个时候你不要想 脚踏两条船 意思是这个意思 因为中间那一个 更黑更可怕 更毒更令人惊悚 好那接下来 另外一条路呢 我刚才讲哦 上半年的太阳呢 让你回头了 往下半年的太阳的 化际走 那下面中间呢 你脚踏 如果你是脚踏两条船 下面呢 是有一条暗沟 等待着你粉身碎骨 那剩下最后一条路怎么办呢 好 农历的十月 太阴化际 你还想找到一条明路吗 孔子呢 曾经在月月风高的晚上 带着他的两个徒子徒孙 披星带月 赶入下大雨 远方看不到一盏灯 就是在农历的九月跟十月 没有一块屋檐可以遮风避雨 那你们又要讲说 老师你都讲不好的 不是 我要提点大家 这种情况就会继续发生 所以希望大家呢 能够避凶而才能趋吉 先避凶才能趋吉 不是吗 我健康不好的 我都要挂在医院了 我要等待医生 认他宰割了 你还能好吗 对 你必须要经过一段修养期 这样大家知道吗 讲的这条路就是 你必须经过呢 修养期 修生养期 好好的冷静的处理 所有的你损失的问题 包括你的事业 包括你的财运 包括你的家庭跟人际关系 全部一次到位的 好好的整理一番 所以呢 在这个月当中呢 太阳化霜季 恐怕还有呢 引爆更大的战争 中东国家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等待着黎明到来呢 足足三个月 然后呢 太阴化季 晚上看不到呢 前途在哪里 思考了半天 脑袋都快消灯 到了农历的十月 国历的十月 我们下半年已经快走完了 那怎么办呢 好给大家一条明灯 第一个呢 快很准的 停力跟停水 第二点 如果你不是非常有钱的人 你的口袋不够深 你损失个一两百万 五六百万 你就非常惨的人 你赶快退场 第三个呢 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 请你闭着眼睛 不要再进去了 不要再看股市的起伏了 否则你连薪水都没有 如果你是一个菜篮族 你还想说啊菜这么贵 肉这么 肉这么 长这么凶 那我就是赚点股票的钱来过日子 千千万万 少吃两口饭 少吃两片肉 我相信你还可以过下去 我都提点了 没有不好的 不好的在前面 好的在后面 你只要不贪念 我相信问题就会减少 不要想在这个时候呢 想翻身 因为运势不好的时候 越难翻身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谢谢大家 接下来 最坏的时间还没到 掉下来刀子 是枪啊 千万不要 是手榴弹啊 千万不要剪啊 谢谢大家 然后帮我加到Facebook FB的脸书团 林海洋全球开源粉丝团 我会呢 定期的在这个粉丝团里面呢 告诉大家一些 经济的状况 希望我们的 所有的粉丝及朋友们呢 都能够呢 避凶趋及 而能够让你呢 走出一条 真正的康壮大道 去吃吃饭 旅游一下 清旅游 唱唱歌 看看电影 在家听听音乐 看看书 我相信你的人生 会过得更快乐一点 谢谢你们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